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那个 这个 九一星街舞 今天 请那个 杰芬跟洛然 来谈这个 这个事情的事情 那 大家知道杰芬 其实在这方面 已久很久了 那 那个 很早之前 呃 九一年代 住的时候 杰芬跟我是同事 那 他就坐在我后面 所以那个时候 赵玄分其实对很多事情是很执着的 他只要去研究一件事情 他要去采访一件事情 一定会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阐述 那我是自己 我非常感谢玄分一件事情 就是玄分是 给我报报我们这个写作组织里面 这个最有才气的一个小女生 叫卢玉佳 当初就是玄分把卢玉佳介绍给我 因为卢玉佳在他的 中心大学出版了一份叫做卫生报 对那天天看过去 我说这个卫生报太厉害了 就一定要我认识他 那玉佳当然就说 习惯看他写作的人也会 这个非常清楚 我不讲的那种事 那玄分现在在这个 熊玛丽 这个研述 念博士学位 那他的博士问题 或者是跟时期有关系 他研究45个判决 应该还有更多 慢慢增加 从2006年开始 那很多人认识玄分是因为 这个武财新春跟沙鲁尖南 像这样子的 欲死心有关系的书 那建合的整个遭遇 其实 其实 在他的武财新春 里面写得非常的好 他们三位 真的是从死神的刀架 给你做的逃破 那我觉得 我们今天来谈 这个 这件事情 那军分其实 应该算是我认识的 那应该是最够之够来谈 那他今天刚才谈的是 洛兰 洛兰我提早一下 没有那么熟 没有办法讲很多 那 那 通常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职业信习务 都是 主持人 都是学友专精 那今天他们 特别指定我来 因为 我的遭遇 重新在监狱里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好像呢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比较适合 来 这个主持 今天晚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我说好吧 那反正 更生人 你们给我机会 我真的要试试 就这样子 那另外 特别回应刚刚那位先生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这个 这个 好生们在这边 万一有火灾的话 大家要怎么样走 大家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把麦克风 交给洛兰跟这个 女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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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来 但是今天遇到我演讲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我最害怕的就是有已经听过我同一场演讲的人再次出现 我已经认出好几个了 所以让我很不会很努力的讲跟早上不一样的 而且其实每一次来折舞 折舞的场次跟麦克风比较不一样 因为折舞感觉上很像自己人 很像某种形式的一家人 那我也很高兴说刚才大家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也听到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决定这个对于死刑的立场 或者也许有一个跟大多数不一样的立场 那其实我觉得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都觉得那种少数而且还愿意把自己的少数意见说出来的那种意见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待会在QA的时候大家也要互相给不同的意见留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 我觉得这东西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好那我为什么会开始研究死刑这个问题 我大学的时候是念社会学的 那死刑大家一般的想法里面觉得是法律问题 那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来呢 第一件要怪的就是刚才那个路过的苏建盒先生 一切都是他害的 从前从前呢 他们这个苏建盒还在三位被告还被关在牢里的时候 好大概前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知道知道有这样子的案件 然后当时开全会私盖会开始救援这个案件 然后后来私盖会的朋友找我来写这个故事 所以就写成了五彩青春 那那个是我刚开始第一次以一个小老百姓的经验 可能跟各位很类似 带着对司法的荒谬的期待 认为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套防线 那只有在处理这个苏建盒的过程里面 看了苏安的卷宗 那是被我的第一个震撼 我第一次领解说原来司法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不是包青天室的 那那个是我的司法的初体验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慢慢接触到死刑的这个议题 那各位如果看过沙漠的艰难的话 大概可以从里面感觉到 我在死刑这个议题上面不是一下就得到立场的 而是透过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 我在谈死刑这件事情也有一点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因为我其实蛮相信死刑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来回辩证的东西 死刑牵涉到的是生与死 包括有那个被害人的死亡 我们都同情 也包括我们在思考着 那要不要把这个凶手 是不是也要取走他的生命 一命可不可以还一命 那我觉得跟死刑相关的思考 因此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其实牵涉到我们很基本的核心价值 我们到底认为一个生命的消逝 就是接下来该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生命 重新带回这个世界上来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事情 来让那个失去的生命有意义 然后它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跟死刑相关的讨论 其实为的是这个问题 在沙路的艰难之后呢 如果要说我的这个历程的话 我想下一位重要的先生 就是这一位 郑敬格 他现在还只能够是一个人形厉害 那为什么郑敬责很重要呢 当我看到苏建合案的时候 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多人 在声援这个案件 所以那个案件有些什么样的疑点 然后包括每个人的自白都不在一块 那些问题都已经被指出来了 然后大律师也已经介入了 所以当我接触到的时候 我等于是站在巨人的监坊上 那郑敬责案呢 当时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人认为这个案件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他曾经 他曾经喊冤 我根本也不知道 我纯粹的就是从判决开始 那当时我看44个死刑案件的判决 这个判决事实上我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郑敬责案对我很重要 因为他让我从零开始看到一个冤案 在零的时候你怎么怎么样 那他想象中觉得 你冤案好像是很容易辨认的 其实在最开始 冤案最多只是疑案而已 你只是对他有一点疑问 读了那个判决觉得好像还有一点问 照你说判决应该是 法官把他手上有的资料攀给你看 所以判决应该要有说服力 让你看以后就说啊 罪证确凿 果然就是你 而且不但是你做的 而且确实就是要编译这种罪严厉的惩罚 一个好的判决应该要能够有这样的说服力 可是郑敬责的判决让我看了就是有很多的问号 那大概从那样开始 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我们再去了解这个案件 那郑敬责的案件我后来写成13亿KDP杀人事件 然后我们现在也组成了律师团 现在一转眼他已经关在牢里几乎要13年了 他是2002年关进去的 到2015年的1月5号就满13年了 所以各位可以密切注意一下这个日期 到时候应该会有某种形式的活动 那在这样的一个历程之后 这个跟我现在 我谈这个死刑判决 其实是我博士论文要处理的主题 因为我觉得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从2010年到现在 关于死刑制度的存废有很多的讨论 可是我忽然发现说原来从来没有人认真的检视过 这些死刑判决 这个是我觉得很诡异也很莫名其妙的 虽然我们用想象都觉得说 一定是对证确凿才会判死刑 如果不确定的话法官应该会选一个比较多 我们都读过罪以为亲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假设说那个真的判死刑的一定是没有什么可以争执的了 然后我也常常感觉到演讲的时候我假如提 比如说假如我讲正性怎么办好了 那听众其实偷偷的就在想说 你故意挑那个有问题的 剩下的可能剩下59个人都没有问题 你就是把那个有问题的条件讲而已 因此我的博士论文要做的就是 我要读所有的死刑判决 从2006年开始 然后我要做到2015年 这样刚好10年 我要读这10年之间的死刑判决 那我就想 我就想如实的看看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说要不要有死刑 我们常常不自觉的有一个假设说 好像现实中做出的死刑判决都是没有问题的判决 所以我们只讨论这个制度要不要存在 那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先如实的看看 实际上死刑判决的水准到哪里程度到哪里 那我想今天大概我怎么打算只讲30分钟 所以我没有办法介入太细节的讨论 尤其是我要想办法讲的跟早上不一样 所以我只简单的说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要自我提醒 也想跟各位分享的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解释死刑判决 我们不自觉的会想说 我们常常用平反的可能性来衡量 就你现在说这个死刑判决 比如说你说郑静泽的判决有问题了 我心里就在想说 那所以郑静泽是无辜的吗 所以我们有希望把他救出来吗 比如说我们过去我在讲 讲苏静泽的时候 大多数人听了最后 要问的就是说 到底是不是他们干的 这个常常是大家心里头 常常萦绕在心里头的问题 可是我要讲的是 如果我们用平反可能性 去看死刑判决的话 我认为一下有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标准实在太低了 我目前看到的死刑判决 我大致上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所谓罪证确凿的 有点像郑静的这种案件 他犯案的时候有目击者重 然后他可能当场就被逮捕 所以这个论罪的部分 其实没什么好论的 几乎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这是第一类 可是大多数的死刑案件 其实是落在第二类 这第二类就是说 这个被告承认还有犯罪 那证据呢可能比较充分 也可能没那么充分 也有可能比如说 凶刀丢掉了被找到 也可能这个 就是比方说是 没有物质者的状况 但是因为这个被告承认 那我们现在 就是说既然被告不争执 所以相关的调查 也就没有做得很仔细 所以这个是第二类 那你可以想见第一类和第二类 都不太容易平凡 最正确的 没有办法平凡 那这个被告自己不想要平凡的 他当然也不可能可以平凡 然后第三类呢 则是这个被告说 我是冤枉的 那如果这样居不足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 第三类有可能有希望可以平凡 那如果你用平凡 可能进来思考的话 你可能会认为说 所以阅读死刑判决的意义 就是去找出 谁是属于这个第三类的 把它过滤出来 然后我们就来进行 比如说组成律师团 然后来进行救援 可是各位如果稍微了解一下 司法实物的话 你会知道连第三类都很难平凡 因为我们实际上 在审的门槛非常非常高 就是高到其实任何人都爬不上去 那郑敬泽 我们从2011年开始成立律师团 到现在三年了 我们对这个案件的了解 已经深刻很多 然后包括监察委员也提出一个报告 认为说这个案件判的确实有问题 可是到现在我们还划不过 那个在审的门槛 我最近才知道说 连司法官训练所里面 都用正性责案当作教材在上课 我听了很担心 我想说他们怎么上这个课 后来我听说是检察官去上课 然后检察官在教的时候 用正性责案作为案例 比如说警察有请求 然后这种疲劳训问状况不太 不应该有疲劳训问的状况 然后告诫大家以后要消息 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件 实务工作者也承认他在处理上真的有瑕疵 就是然而在审仍然非常困难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说 千万不能用平凡可能性当作这个衡量标准 因为你如果这样 你如果用这样当衡量标准的话 你会知道几乎所有的案件都不可能明白 那你大家就回家睡觉算了 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因为死刑是一个国家最严厉的刑罚 我认为我们假如有一个 有一个名单叫做年度最佳判决的话 每一份死刑判决都要好到 可以被选上年度最佳判决 因为他一旦判错 所造成的错误会是不可回复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我不断的要做提醒的 因为我发现我们在救援的过程中 有时候有时候遇到的困难 不是说大家不愿意救援 而是认为说 那我们就希望了 那可是我认为说 我们如果真的对于司法 还有一点起码的期待的话 我认为对于死刑判决 我们绝对要要求 用最高的标准去要求它 好那我今天大概没有时间 能够进入细节去讨论 但是我想要比较广泛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讀这些死刑判决的时候 有一些心情 虽然我参与司法改革 或者是参与费死运动 其实已经蛮久了 可是我在读的时候 其实我仍然是惊讶的 就是说 惊讶就是说 虽然我知道司法判决 水准并不怎么好 但是我仍然假设死刑应该有还得比较好吧 可是我实际上在砍的时候 然后常常心讶说没有我想象的好 我随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你可以看到法官怎么样调查事情 这个案件呢 在刑案现场有发现鞋印 所以警察在抓那个嫌疑犯的时候 就顺便查扣他的两双鞋子 然后接下来法官在判决里面 怎么样调查这个事情呢 法官的行文给看守所 叫看守所把这个嫌犯的脚型画下来 你就看到他画了两个脚丫子 然后呢 就去量这个脚的长度是25公分 然后再去量现场鞋印的长度 发现是26.5公分到27公分 然后判决里面就说 所以相扶了 这个太荒谬了 大家随便也看过CSI 哪有这种调查法 可是如果你去看卷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警察把那个鞋子查扣来以后 警察有去比对那个鞋底的文痕 跟这个现场的鞋印 然后发现他们不合 从这个例子 我想要讲的是说 你会看到法官 如果你去比对卷宗跟判决 卷宗就是在这个审判过程里面 所有调查过的资料通通都会收起来 收成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就叫做卷宗 如果你去比对这个卷宗跟判决的话 你会发现说 法官在挑选证据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挑一个比较科学的证据 比较可靠的证据 他是在挑对他有用的证据 他已经决定要判有罪了 那他就去想办法 挑那个有用的证据 虽然在这个例子里头 其实去比对鞋印 那个才是比较科学的比对法 量长度这个是完全不科学的比对法 我看到那里我就在想说 那法官的鞋子脱下来画给我看看 搞不好他也25公分 那从这里 就是我会在死刑判决里面 看到类似这样的东西 另外一个例子呢 是这个被告呢 开枪打死两个人 然后被告也承认 然后枪也长到了 现场子弹也长到了 但是我看判决的时候 发现很奇怪 他在引用这些鉴定报告 鉴定结果的时候 他就没有说 这几个子弹 到底跟那把枪 到底是不是从这把枪 发射出去的子弹 我觉得很奇怪啊 有子弹跟有枪 我觉得你当然是应该 把这些东西通通拿去做建立 到底结果是如何呢 判决里面对这个没有提 那我因为觉得 这个很奇怪 所以我去看他的捐种 看了以后发现很好笑 那个案子是庚医省定验的 那我先看庚医省的判决 发现里面没有提这个 所以我回去比对二省 二省的判决 发现同样的一整段 都是一模一样 从二省里面抄出来的 所以二省也没有提这件事 那我再回去看医省 他也是同样一模一样的 这个段落从医省里面抄出来 我再回去看起诉书呢 就是一模一样的段落 整个段落从起诉书往后面抄 检察官起诉了以后这样写 然后一省照抄 二省照抄 跟一省照抄 然后就叮演了 那为什么检察官没有写呢 因为起诉的时间比较早 检察官把起诉书写出来以后 那个鉴定结果才做出来 所以那个鉴定结果 其实就在一省的 一省的这个卷宗里面 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 法官用什么心态 在面对一个案件 那个证据其实现成的 就摆在他面前 但是他其实方便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检察官 写的抄出来就好 那我举的这两个例子 其实这两个例子呢 你都可以说 它是所谓罪证确凿 至少他这两个被告 都没有要为自己平反的意思 但是这两个例子是 我想要说明 我们除了 我觉得就说在费死的立场上 除了那些判错的 我们当然要想办法 去进行救援之外 我觉得这一类的案件 我也同样会认为说 这种死刑判决 是我认为不能接受的 因为他没有拿到 一个必要的标准 那如果说 我们可以容许司法判决 都是用这种 虾猫碰到死老鼠的方式 那一定会 冤狱绝对会冤狱不决的 他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他从来都用这种 虾猫碰到死老鼠的方式 但是你这一次 让他可以虾猫碰到死老鼠 下次他就碰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死老鼠 搞不然人家其实是松鼠 他随便把人家抓来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接线 我其实很期待 我回台湾来参加一个研讨会 然后今天早上有一场演讲 这两个机会 然后之前更早做了一场演讲 但每一次的演讲呢 我其实都从听众的问题里面 都得到很多的启发 然后我觉得那个互动 是对我也对现场的讨论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我先分享到这边 然后请洛兰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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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冯哥对我不熟悉应该 因为我跟他只有一次特殊性关系 只有那么一次 那我跟涓芬 其实涓芬是大学念社会学 那我以前是念社工 那不过涓芬刚才提到 就是说他开始去谈这个事情 其实是从苏建合开始出来 那我的经验是更早 我是从他名声出来的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然后那个其实是台湾第一个 从社会结构面要去看他的整个 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导致这样 那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没有人说他没有罪 但是他的罪是不是足以让我们的社会 就直接把他处置 那我们的社会到底是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导致一个这样的事件发生 我后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除了我觉得 涓芬在做这种批判性的乐评 在读了这么多的判决 看到很多荒谬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那谈废词 他其实一个后面更大的一个 一个我们需要支持他 不管你是不是在判决上面有问题 你是不是有可能误判 而是要从一个人选的基本价值来看起 我出国念司法正义 那其实洪哥在监狱待了多久 二十天 二十天才二十天 我其实我在监狱六年 可是我并不是进去服刑 我在联邦监狱做了六年的受刑人的教育的辅导员 这样子 那也同时我们做了一些 当时在亚利桑那州的科斯法部的一个死刑 因为那一周是有死刑犯的 那我们有一个team在推 我觉得死刑其实就司法正义来讲 尤其是我们当时知道 他的犯罪的社会因素的时候 其实我们认为很多的问题 并不是你透过一个死刑可以来去努力的 包括大家会谈说死刑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有那个杀金警猴的效果 好 可是已经很多的证据显示说不可能 因为虚实如果真的很多 除非他是那种serious killer 他就是预谋性的 否则很多其实是一时冲动 所以你如果去用一个死刑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对恶指的作用 其实它并不大 那如果说这个成立的话 那欧洲这些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 是不是照理说犯罪率会更高 其实并没有 所以执行死刑 用犯罪学来讲 他是为了要打到一个杀金警猴的效果 其实这是不成立 可是我们目前台湾还是这样子 从判决里面很多是非常 很多的事他是用这样子 那我们就回归到一个 其实他有一些 我觉得在台湾在看死刑的这个议题 其实老实说我回来台湾 后来我就没有再做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在整个台湾的氛围下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就算是佛教是以宗教的异常不杀身 就算是基督教以怜悯的天性去饶恕人 在这样子的宗教的氛围里面 其实我们都常常会跳脱的 那我们一般 我也不知道台湾的整体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后来我自己再看是说 因为我们对人的价值其实没有关怀的 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们会觉得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很可能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我在 我就是回应一下 军分在谈的这种 旧判决书里面来讲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美国做了整个 tip的是那个研究是在谈说 他的判决其实跟你的社会阶级 跟你的族群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为什么会很大的关联性 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聘同好的律师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像电视里面那种 涛涛讲了很多 引用很多案例等等 然后去做辩护 然后就很成功的把你从这些 而且甚至去超空那个陪审 那所以我们要凸显的就是从 好第一审他是判了多少年 然后呢谁有办法去变更 就是看他有没有那个能力 看他是不是族群上面有法官的一些偏见 那我们其实常常看到的就是 法官他在做这些事情的认定上 他的确是有偏见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 就同样的情节来讲 一个黑人跟一个白人 他犯了罪 法官的判刑 其实会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就回复到 就是说我们在看 其实光是从文字上 捐分在盘的这些判刑里面 其实有更多的是一个 操纵到我们后面的那个机制 包括假设你今天是午夜 你就很可能会被认为说 有可能 因为你不愿意却却 所以我们背后的那个推断逻辑 就是自己想象生出来的 那譬如说包帕很可能 很可能他就认为说 你看起来当时的样貌 看起来比较像吃口小孩 所以你不是温文如雅的这样子 所以很容易就用这样的背后想象 去连结 那这些连结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 在台湾的整个社会性里面 充满的一个 他本身有一个基础的 对于所谓犯罪人 他符合什么样的 所以我记得 Jumpman在我们在匈牙利碰面的时候 有提到就是说 他里面的那个描述都前陪迪迪 比如说包括罪性恶极等等 就是很抽象的那些言辞 可是这些抽象言辞 其实他已经对你有限度为主的观念了 这是一个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在这边 其实就像哲武 supposedly其实是对话 尤其在这边这么多人 其实是应该要开放 让我们来谈 就是说从捐分的在看这些 那个批判的阅读里面 他看到的这些问题 或者是说我看心仪也在这边 心仪也是很辛苦 在推动被死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威胁 可是他仍然继续站出来 那所以我想我的很简单 余谈 因为余谈人不应该变成主讲人 因为在谈下去 我还蛮爱讲话的 所以就会变成我一直在谈 所以我大概就把余谈的 真的谈到这边 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 除了这个批判性 我们其实可以回归到一个人的价值 然后我们怎么样看待那个人性 我们来看待那样什么样的歧视 因为如果我每次都从汤英森的案子 我看到的是一个 除了社会结构问题以外 其实还有更多的是歧视 对于原住民的一个歧视 因为里面有很多当时的社会报导 当时的新闻报导 其实它的描述性就是在 譬如说原住民的身心凶狠等等这些 那从这些我们很多古书里面 在描述台湾 在描述早期的清朝来到台湾的人 提到原住民都是 譬如说以身方活动 然后非常的勇猛之类的 所以它其实有一些延续性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在背后 其实就包括它从它的脑子里面投射的人 然后变成它书写的形式 它就很容易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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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第一道是想问 绢分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刚刚讲到政杰 政杰 按照你在右过 我先前我看了一下那个绢分给我的一些资料 他特别提到像刚刚有些死刑犯因为他是罪证确凿 在很多人面前犯了一个案子 我倒是想问 因为后来的政协的整个案子发展下来的时候 我其实想到一个人 就是1981年 美国总统雷根被刺杀 被暗杀 杀他人是Hinkley 他叫姓Hinkley Hinkley杀他之后 其实在任何国家 如果一个像Hinkley这样子的一个杀手 去杀总统 我相信在一个比较集权的 专制的国家 那个人基本上很快就会被集权掉 可是Hinkley没有 他是被 他送到那个比较 就是他经过Mentally判定之后 他结果是到这个精神医院去接受一个治疗 然后过了几年他就被放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 他其实他的那次暗杀行动 他雷根总统是中了一枪 那后来开刀完之后 但是拒出来了 他的 他的那个 那个 秘书 是叫做 他秘书 他秘书终身瘫痪 因为伤到那个鸡罪 另外一位警察 他也是这个受了伤 所以他其实他虽然没有杀死人 可是他犯下的这个这个罪行 其实在任何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针对总统应该是非常严厉的 我其实在这个政杰罪案里面 我们就幻想到的说 对他是众所主不下 就是说看到他杀人 而且这个 实际上犯下的罪行是非常的残酷 可是 我们如果从他的精神状态去 去看的话 在你研究的例子里面 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例子 就是说他其实罪证确凿 可是法官 有没有特别针对 他们的精神状态去做这个检查 如果没有的话 有没有什么什么 什么这样子的案子 你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反正是行的 我们每一个案件 其实可以分成论罪和量刑两个部分 论罪的部分是 这个人到底都做了这件事 量刑的部分是说 好 假如他做了 那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吵杂 那死刑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两个阶段都可能出问题 像郑幸泽这样的案件 我们认为论罪的部分是错的 因为我们认为 根本没有激证显示他有犯这个案子 那如果是正解这样的案子 可能量刑的部分 可能论罪的部分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可是那量刑的部分呢 也就是说 我们想象都会觉得说 那杀人者死 或者杀人偿命 好像这个人杀人他就必然 死刑必然是因格的惩罚 但事实上也是 大多数的杀人罪都不会判死刑 那这个量刑的部分呢 在台湾的司法实务里面 一直是非常被忽略的 在整个审判的过程里面 大概所有的时间都在论罪 都在呈现证据 然后辩论 对于量刑的部分呢 就是最后 通常其实根本没有量刑辩论 通常是等到所有该调查的证据 解通调查完了 最后法官就说 对于科刑范围有何意见 检察官就行礼如意 说请从重量刑 被告就行礼如意 说请从轻量刑 或者说我无罪 就是这样 我一去你一去他一去 要量刑辩论很久晚 然后接下来就宣判 通常是这样 那这种量刑辩论根本是狗屁嘛 什么都没有量到嘛 可是事实上 如果按照法律里面规定的话 刑法其实是要求量刑要调查 很多东西 包括说这个人的品性如何 包括成长被 其实我们可以想得到的那些东西 因为一个人犯罪 到底这个人是一个 汤英生这一型的人 他背后有社会因素呢 还是说他是一个症结这一型的人 可能有精神疾病的状态呢 如果不调查的话 其实无从知道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其实 普遍来讲 在死刑案件里面重大的问题 其他的案件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比方说一个窃盗案件 量刑的部分 如果你说不公平的话 那就是多关一个月 或多关两个月 这样的差别而已 可是死刑问题呢 量刑的部分 一旦失准 他就是生和死的差别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死刑案件里面 量刑的 量刑的这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 那 确实我在 然后 法官确实有这样子的倾向 就是说 当他想要把这个人判死刑的时候 他就 比较会忽视那些 不管是精神状态 或者智力状态 比方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前几年非常 非常 高调的 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个死刑犯人 叫林玉如 就是媒体称他叫做金氏媳妇 好 那他现在是我们这个死刑犯 林丹上面唯一的一位女性 他死刑已经定验了 可是其实 他的智商 这个 他的智商量表做出来只有57 那 通常智商 其实以下就是 就是 就是 然后 根据国际公约 或者根据 其实即使根据社会通验 很多人应该都会同意 说这个智能不足的人 当他犯罪的时候 他虽然还是应该负担某种程度的刑责 可是不应该负担百分之百的刑责吧 因为他的智能不足的缘故 使得他 这可责性 就是他应该 他可负担的这个责任 应该要有所减免才对 那他这个状况 其实不应该判死刑 可是你在判决里头 会看到 法官会认为说 他对他如流 然后看起来 日常生活都可以自理 所以就认为他没有 没有执掌的问题 他就还是照样判死刑 那我们确实 在这些判决里头 会发现有这样子的状况 就对于精神障碍 或者对于智能不足的被告 可能并没有按照 一般的这个国际人权 应该用不要准备处置 对 那我们现在就开放 我们的这个问题 给那个今天一会的这个 各位来评 好 这个 OK 我们 从前面 你好 就是在看到 听到讨论死刑的问题 中央有点就是 看到一点就是 有人说可以 从一个案子发生 就是 加害人的 就是他形成他犯罪的原因 去讨论 那 你这样子的原因去阻止 之后事件的发生 那 这样子会不会 其实 有 其实对社会有另外一个 反面的影响就是 当 如果你把这个加害人 他犯罪的成因讨论完之后 那 其他的人把这些成因拿来当作 一个刻板的影响 或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使得 呃 我 如果被 就是 有这样子的想法之后 对周遭的人 其实会有一种 可能 觉得你可能会怎样 还是 就是 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子 反面的影响 那想请问就是 演讲者的想法 好 好 我们让我们这个 你又丢 你又去讲啊 那我们就多收集几个问题之后 我们请 两位在一起回答 好 那刚刚后面 那边对 那位先生 好 今天范老师好 那个 听您刚刚的演讲 已经知道过 您在这个死刑方面的研究 非常的彻底 因为那个 应该是法律系的学生才会了解的 专业术语 您刚刚都提到了 可责性那个 两结论三结论 你都论证完毕了 那也要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死刑 这个部分啊 我们举最近那个 郑杰那个例子 那郑杰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他要做一件大事 可是 为什么社会大众都没有想到说 为什么 他要做大事 是这个方式 因为 因为 蒋中正 跟毛泽东 都透过国家机器 杀了非常多的人 他们都变成民族英雄 那希特勒在欧洲 也杀了非常多的人 可是他在西方世界 是被认为是 邪恶的 可是在东方世界 这些杀了非常多的人 都是伟大的伟人 那到现在的 历史观念 还是认为这些人都是伟人 所以他只是要去follow说 东方人都是要杀人 才能够变成伟人 那为什么他只不过是要去学 逾越往上游 那么却是这个样子 就这个死刑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才有提到这个法医的部分 其实这个整个法院的结果里面很奇怪 在医学系里面 会去念法医 所以这一组的几乎是凤毛麟角 所以造成法医的研究在台湾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时常法医出来的报告根本就是 一般人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念完七年的训练竟然是写出这样的报告 所以我们是有一群很少认念的法医来执行这个法医的研究 那另外一个在法院的判定里面也是一样 如果连死刑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的民事庭也是一样 刑事庭也是一样 它都是非常光怪入仪的 那这些法官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法官跟讲官是同一个考试进去的 那是表示说我们在法律的训练里面出了问题 我们事实上在课堂上会看到每个老师 每年的教材都要重新编定 那隔一年这些学生就要重新再买他的教材 他们一直在专注于把这个法律弄得非常难懂 让更多人要花更多钱去买下课书 可是每次判出来结果都是很奇怪的 那所以这个制度是不是说我们应该要做司法革命 把现存的这些司法人员重新洗牌一次 这个台湾才会有救 谢谢 刚刚好像还有这个朋友去说 郑州同学 谢谢 谢谢 我想要是分享一件事就是 关于那个精神问题的这个 因为我上次有去听那个 许隆周法官是熊 对就是台南地院 因为有前几年有个案子是 那个康姆熊然后把小孩子杀掉 然后那个人说他反正杀一个鬼子的那个人 因为我今天那时候那个 因为我请那个法官来演讲 然后他就说 他那时候判是判 他一审的时候是判无期不幸 因为他认为他会这样讲 这个人他的精神就是有问题 他的心症是这样子 那二审三审的部分 应该现在还在进行捉捉 对不对 所以那这是刚刚那个分享的部分 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 我想知道就是在欧美部分 已经废除实行 或者是停止使用实行的国家 这些就是关于民意的这部分 那这些国家的民意 所以以台湾目前现况来讲 大家不知道台湾的废子的民意是很低的 那可是在已经废除此前的国家 他们的民意在废子前跟废子后 或者是他们整个环境 对于他们的民意到底是 这是实行还是废除实行 是先废除此行之后再转而废除此行 或者是一开始就是废除此行的名义比较高 然后再废除此行 我想知道就是民意跟 但是这国家到底有没有实际上废除此行之间的管理性 这样子 谢谢 好我们现在有三个问题 还有吗 我们先 还是我们先 对不起 我有两个思考的面向想请教 一个就是说 现在所看到的事情 对我来讲只是看到 所谓肉体的消失 那实际上 在社会上有很多是 精神练被判死刑 比方像 鸿哥二十天 其实对我来看 他在某个精神练是被判死刑 那 这样子的议题 这样子的议题 到底到底我们在看死刑这些事情 肉体的跟精神的 是不是要同样来看待 然后我一个想要请教就是张女士的就是说 你也看过这么多的判决 那 你 有没有去思考过 这些参与判决的这些王冠 是不是也要应该比照 那个 这个 所谓的 威威 照相 物影 器材 要 被定期检验 这个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 对这些 互以所谓终生子的人 可以认他 为所欲为的话 那 我认为 不看此情才怪 因为这些精神异常的法官 对不对 他可以用他 他这个 这个 精神异常来判断一个人的肉体 这些事情 不是认为这才是真正我们该去思考 我们在台湾 这个 这块土地上 是不是还要继续容忍这个 从所谓的 东亚大陆带来的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 继续活在我们这块土地 如果想说 这样子的面向的思考 这些 终生子者 的精神 有没有经过定期的检验过 好 好 好 这个 我们是请 赫兰先生是请 随便先 啊我先 跟我有关系 我先先拿一下 哈哈 那个 第二十天对我来讲 剧生上 其实 我是爽到不行 哈哈 哈哈 所以其实 跟起来不太一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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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每一次开始QA就好像引蛇出动一样的 现很多有意思的论点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这样讨论加害的成因会不会反过来变成个刻板印象 我想举一个例子 可能是比方说 假设我们发现某一个案例 假设我们发现说他因为是单亲家庭的关系 他可能从小他的生活中被歧视 那会不会对某些人来说 从此以后认为说 哦 所以单亲家庭的小孩 他就是假然会犯罪 或者 或者类似的研究 可能是说 这个地下监狱里面关的很多是中下阶层的 比较贫穷的 那可能反过来变成刻板印象就是说 好 所以穷人才会犯罪 那其实我从这个提问里面 我当时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 嗯 很有意思的一个社会的 切面 我常常觉得我们在讨论死刑问题的时候 出现的两个阵营 不是说支持死刑跟反对死刑 而是我觉得 嗯 怎么讲 是一个 是一个想要用柔软的态度面对世界的人 是 和另外一种想要用铁碗政策 嗯 去 这个 除恶无尽 看到坏的 要承煎除恶 好像是这两种不同的 嗯 不同的心态 那对我来讲 其实 嗯 确实在谈对死的时候 我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效果 但是我确实希望说 我们可以透过讨论死刑问题 和讨论 讨论刑罚 嗯 是不是有可能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这样 就是 惩罚是必要的 可是 我们在社会生活里面 是不是太快跳到惩罚 或者是把惩罚当作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每一次大家在批评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酒驾的事例出现了 所有人就会说 酒驾要快死刑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思考的跳跃 而且跳跃的方向就是说 只要有一个现象我们讨厌 我们就要想办法消除这个现象 而消除的方式就是给予最严厉的刑罚 认为说假如酒驾判死刑的话 这样可以消除酒驾的这个现象 但是我常常觉得 我们一旦这样想 如果我们思考的模式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忽略了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我们可以用更温柔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好比说 这些酒驾的人 常常是三五好友一起喝酒 然后 他其实喝到醉了 但是他就开车走了 那这时候我会想说 跟他一起喝酒的人 为什么让他这样走 就一起喝酒的朋友彼此之间 我们为什么没有形成一种文化 是互相叮嚀处理这个问题的 好 那这个感觉很像说 很像说 比如说人等教育基金会反对提罚 原因是 你太容易 因为提罚太简单和太好用了 啪 打下去就解决了 可是 如果一个父母或者老师 他总是用提罚来解决问题的话 他因此会懒惰 没有去想说 我假如不可以打小孩 那我要用什么油来说服他 好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 我觉得在思考提罚 跟思考死刑 我也常常是这样的 我们太容易的 要用急刑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思考懒惰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去想 有什么别的方法 好 那我觉得 其实一个社会 会要集体的呈现一种暴力 一种残忍的感觉 是很容易的 大家互相 网路上常常看到互相的叫嚣 或者这里可能可以连带的回答 刚才这位先生的问题 就是对于这些 参与判了死刑的法官 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他 好 也许比较爽的方式是 也可以说 我们要用同样的刑法 研成这些法官 可是我觉得 我们有没有可能 不要立刻 掉到这样子 同样的逻辑里头 我常常觉得 谈死刑问题 我自己在演讲的时候 总是很强调 一个开放的 和一个讨论的空间 是很重要的 不要那么快的跳到一个结论 或者是一个解答 那因为我觉得 死刑其实相关联的就是 我们到底期待 我们所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 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 那我觉得刚才的这个问题 让我想到的就是说 好像这个社会 总是有一群人 是不断在贴标签 而有另外一群人 非常担心这种标签 会造成污名化的结果 那我只能说 我们要想办法当这种 这种小心不要去贴标签 不要去污名化别人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是很 在这个社会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然后后面有一位先生提到 说我们法医的水准不太好 我确实觉得 我在读这些判决的时候 有一个心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法医的这个 鉴定的结果 常常回来 常常结果是不排除 就是说可能现场 搜集到一个现场的激震 然后呢现在有嫌疑犯 所以把现场激震 跟这个嫌疑犯的激震 拿去比对 看它合不合 然后法医回来的结果 会说不排除 那不排除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要 父父得证的想法 does not exclude 就好像变成include 不排除好像变成有包括 可是这个冤案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陈隆琪的案件 陈隆琪是平原协会 平反成功的第一个个案 简单的说呢 他当年被指控性侵 然后当时的DNA检验出来 就说不排除 于是法官就说不排除所以就你啊 法官就用这个不排除 就是鉴定报告 就判他有罪 那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坐牢 所以他就逃亡了 他总共大概逃了五年 那后来呢 其实是遇到 他到平原协会 然后是罗秉承律师打的这个案子 然后也遇到好法官 竟然愿意开在审 然后用现在比较进步的DNA的 鉴定方式 重新再验一次DNA 这一次鉴定发现是可以排除他的 于是他得到了 本来就该属于他的一个无罪判决 那他的案子其实非常典型的就是 是法院错误的诠释了鉴定报告 然后根据鉴定报告来看他有罪 可能还自以为有科学的办法 因为他有用鉴定报告 那我在几个死刑案件里面 有看到非常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其实法官在 法官会大幅的抄不管是法医的解剖报告 或者是鉴定报告 他抄这些东西呢 因为他想要判决有一种很科学的感觉 他用了那些科学术语以后 看起来真的很科学啊 然后你如果很快的看过去 你可能会觉得说 你看他有科学办案啊 人家有鉴定报告啊 可是你只有仔细的去看 才会发现说那鉴定报告也没有讲什么啊 因为他讲他如果讲不排除的话 其实等于是他说他不知道 他不晓得有也不晓得没有 等于是没有任何结果是一样的嘛 那我觉得这个 对于鉴定报告的这个错误诠释 我觉得可能也是判决出问题的一个原因 另外有个问题是说 废死的国家 他们的主流的民意是什么 就我所知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是主流民意都是支持死刑的 不管他是废除还是不废除 就是就我所知道的 那所以很有趣的 当然你会回头去问说 那他们是怎么废死的 既然民意都反对 我们在很多国家的例证里面看到 什么样叫做政治人物 有的时候政治人物在某些状况下 他敢于看多数的民意做对 因为他认为他要做他认为对的事情 那这种政治人物 他其实在做这个国家的真正的领导者 因为他并不是跟在民众的屁股后头 你这减汤的成果 民众已经多数认为要这样了 然后你就附和说 哦好吧 既然多数这样 有一些国家特别明显的是法国 他们当时是 立特朗当总统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就已经讲清楚说 因为我是左派 左派的价值就是要废除事情 所以如果只要当选民就要废死 但很有趣的是 他还是当选民 所以选民其实 选民选出来他以后 他要废死 选民也没有话讲 因为人家选人就告诉你了 那在这些国家的 这些国家其实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指示是什么呢 可能是在那样的一个 在那样的一个 像样的政党政治里头 我们真的会看到 比如说 比如说他的左派跟右派 在政策上确实有不同 各自有各自的核心价值 然后选民根据那个核心价值去做决定 那众人相较之下 他会觉得可能 可能你单独的问他要不要废死 他可能多数的民意仍然认为说要有死刑 然而在 然而 就说死刑这个议题 并不会成为政治人物的绊脚石 好 那这个是其他国家所看到的状况 不过当然放到台湾的政治现实 一讲到这里就觉得 快要撞掌 好 那 我想就是一开始我们这位年轻的帅哥 提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他比较谈的不是在一篇标签 而是说他 你认为说 我觉得你有一个假设 就是 有动机杀人的人 他会去拿其他的判决 或者是说其他的 excuses的例子来去自己破罪 可是我就说 反回来想 应该是想在这个社会 我们通常不愿意去杀人 或者是我们通常不愿意犯下的一个刑事 要受到极刑 所以这个就回归到一个人性的本质上面来讲 也就是说 前面 我觉得我刚刚没有把它讲清楚了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一个量化的研究之后 再来做细致一点的执行 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例子就是 因为你没有钱 因为你的社会阶级的关系 你接受了一些刻板印象的影响到判决 那资本化的一个社会里面就是说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只能用国家派的 在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 你就是一个找公派的律师 公派的律师 他就是 其实他就是 老实说 很少真的是做义务的 他义务是因为他的功力比较不好 所以呢 他通常派到的 他其实是跟其他人站在一个前面 他就是直接是认为说 其实你很可能是犯罪的 而且他会要求他承认 然后就是做认罪协商 那这一开始就完蛋了 那所以说 譬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案子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OJ Simpson的案子 那个OJ Simpson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Football的球员 好 那当然 他是拿一个种族排出来打 他背后有非常多的资历 他背后有非常多的钱去打 这样的一个东西 可是呢 至少 至少 在美国的法院里面 他其实他看到的就是 我如果没有办法 用有效的证据 证明你是犯罪的话 我没有办法讲说你是guilty 可是我没有讲你是guilty 并不代表你是innocent 这是两个概念 我没有认 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你有犯罪 我不能判你有罪 可是我没有办法 他你有罪 并不代表你就是无辜的 好 所以他在民事 他跟在刑事上面 其实是不同 他刑事是没有判他 可是他在民事 他还是要判他要赔偿的 好 一个运动选手 那他杀了他的女朋友 那他基本上他提出来的就是用 所谓 大家会讲说 他是因为一时冲动 他是以为是别人的你这些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回归到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比较不喜欢谈的是一个个人选择性 或是个案性的去处理我们要不要平凡或救援 因为那都是危险的 我们要基本上回来的讲是说 一个社会上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失序的时候 根本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那个失序是包括人的精神失序导致你会这个样子 那至少就是说从原住民的传统里面是说 如果社会的失序导致你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是社会的责任 可是我们现在都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整个在一个很失序的环境之下 然后我们推出一些戴罪羔羊 然后把这些犯罪的这些行为 是用到一个最大的急刑去处罚他 那他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呈现在说 人的生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剥夺 你剥夺了他的生命 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扮演神的角色 去处决这样的一个人 那更何况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 像刚才Jetton提到的用DNA 其实美国有后来发现 有DNA的这些检讯之后 他成立了一个有一堆就是DNA平反的人 他重新就要求再重新检定 他就发现通通被处死刑了 可是没有还没有被处刑 通通被判刑了可是还没有处 然后他们申请他从头到尾都是说 他是无辜的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任何的认证协商 那后来就是申请重新的去用科学的证据 发现完全都没有match 所以他就出来了 那这一堆人成立的一个协会 里面看到的超过八成的全部都是黑人 好 那我刚才有稍微提到一下 就是说我回来台湾我没有办法做的原因是 我必须要去调法院的资料 因为当初我们在Arizona是有法院的资料 直接是support给我们去做 然后要作为他的政策依据去做一个改变 那这个就回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并不是透过民意主流民意 他要赞成费死或是反对费死 而是当他做一个重大政策决定的时候 他是希望透过一些整个已经有的现在的案子里面去做一些根据 然后再来做一个成熟的讨论 那我想捐分的这个批判性阅读 如果台湾的政治人物或是我们的司法部等等 法务部这些有gaz的话 他会透过这些去重新检视 去重新检视我们在整个判决的过程里面 或者是说我们对人性的藐视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比较大因素 所以当我们谈个别个案的时候 其实是我会觉得是比较危险的 个别的个案应该只是拿来证明 我们常常会有可能误判 我们常常可能是有社会结构的因素 那所以如果说有可能是一整个破的话来讨论 就是说这样的比例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再透过直信的 好好的去看他里面的叙述 他的narrative他怎么样叙述这些东西 去怎么样行购大家对于所谓的 最大恶极的人的这些习性 你会发现他其实是还蛮可笑的 我记得台湾早期并没有因为你是少年 就是minor 然后你就不出师 所以建合当初是不是他还是minor 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吗还是已经17岁了 19岁 对 康英生他死掉的时候你才19岁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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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对 所以假设假设 就是说他当然是 当然是他也承认了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真心 可是如果一个社会对于刚才均分提到 就是说那个惩罚一定是最好的效果吗 那从死刑里面我们其实很多会围绕在到干该 可是我自己我们曾经从另外一些角度 包括负责执行的人 他是怎么样的心态 那像在美国他有很多不同的 像我们会去参观 譬如说瓦斯斯等等这些 然后我们会去访问他执行的这些人 其实他后面还是用经济的诱惑的原因 譬如说通常都会是选择在 譬如说礼拜六 那礼拜六就是用加班 加班他是心智比较高的 那同时他没有任何一个人 他喜欢知道他就是确实去杀人的那个人 所以他变成是一个机体的 就是说假设我们是用 应该是这样 譬如说早期在主刑抢决的时候 现在是一堆人乱炒射 然后你自己会安慰你自己说 其实真的很可能不睡我下来 那所以我就说 其实有太多太多的面向 你要去讨论的不是单单这个人 他是不是被评断 而是包括受害者 他是不是会因此 你就真的会心里好过一点吗 其实也不见得 然后你会因为处了死刑之后 你会让社会更和谐吗 也不一定 然后你处就是说下了命令去处死的人 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安妮觉得 他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也不一定 那既然都是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的蛮多的case是因为他误判 然后他因为误判 就是像刚才学院分享 他就是生死你没有办法 就说啊 就个妈的你再回来一次 你有办法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要更认真的看待这个生命 那这个生命如果说 刚才我们在谈到那个司法部分 然后我就会回归到说 其实是从教育开始 我自己是因为人生的体力 有唐医生的案子去看 看社会结构的东西 可是到美国之后 其实我们自己念的科系盒 本身就会接触到很多 比如说像国际人权特色组织 那Amistin Financial 他本身就是反对死刑的 可是他那个是一个 从人的架构里面 他大的 然后他会选择性的 做一些个案去救援 这些个案都一定是 譬如说他就是说 在人性的价值里面 他是所谓的 不应该被处死的 譬如说包括 最近我们在救援的 很多国际的案子是一样的 所以我要回来讲 就是说 其实你要先那个大的scope 我是认为说 人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不能用人的另外一双手 而且是有限的认知之下 去把它处死了之后 然后再回来去谈说 因为我们要饿死 因为我们要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 处理这样的事情 去产生一个 维持社会和谐 或是达到一个 我们对人性的尊重 我是觉得这样子 其实是比较不够的 很少把重点放在被害者身上 都会被害人 然后很少把重点放在被害者身上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说 我每次在网路上跟别人比在那里 就是被死遗体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什么 如果说你妈被奸杀 什么blah blah blah 如果你是受害者 我非常 其实我自己每次听到这个言论 我都会非常火大 原因是这样子 其实我要分享一下我的生命经验 我在15岁那一年 因为我被家暴 我离家出走 然后离家出走之后 我被性侵 就是因为那时候求助我们 然后就遇到陌生人 然后我就被性侵 可是 这个死刑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它是整个司法的面 我觉得 没有照顾到受害者 首先 我在司法的过程当中 警察问我说 那个男人帅不帅 然后检察到 问我的性侵向是什么 就是我一连串 我面对到的都是这种鬼问题 然后最后呢 也没有转接社工 也没有转接什么 智商师 然后就把我兑回我家 然后我继续被家暴 就这样 然后甚至 我还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智商很多 真的是从来没有任何 就是我明明就去 我那15岁 我明明都去报案 没有任何一个资源来协助我 然后 然后只要我 不断的去 回去警局 然后去 去讲到 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一直 一直要我去 不断去挖的伤口 但是却没有去 处理不过我的问题 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整个司法制度 根本就没有 照顾受害者 却我们社会却一直 认为说 我们要处罚加害人 就可以照顾受害者 我非常讨厌这个想法 那 我想要知道 你们对这件事情的 看法是什么 好 我们还是 连续收集 大概三个问题 我们再继续来吧 那 好 那边 三位讲者 大家晚上好 我想请教 三位讲者的 第一个问题是说 那时候在有关 这个死刑存废的议题的 批判性思考的时候 为什么是先从死刑 这个结果去探讨 有没有想说 如果从 呃 程序或 他们的验证的手段 比如说 为什么会有那些 随便的一个判决 从那里下手 然后 第二个问题是说 现在的主流民意 可能竟然是 支持死刑 那 呃 支持死刑的原因 可能会有 呃 再犯的恐慌 那有办法 针对这一点去 呃 做出说明 有办法把它消灭掉 我有问题大概这样 谢谢 那 教育先生 谢谢 嘿 翔哥好 那 其实我个人是 支持费死刑 但是我 身边的一些朋友 每次我跟他讨论 例如说 我会跟他说 你应该 或许该想想说 呃 当初犯罪人的 也许是社会解剖的问题 或是那些 他家里生长不错 导致他今天做出这些事情 但是 呃 我那些反对费死的事情 我会 呃 就是跟我说 呃 呃 一些 呃 应该说他们很期待 就是 我不要说 台湾大多数人 应该说 有一部分的台湾人很期待 法律能够生长整理 他们很期待 在注重这些事情 那他们认为说 不犯死刑 就是没有公义 没有真理 那 呃 我不知道说 在其他国家的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 以及说 呃 也许跟 针对两位讲者 是不是针对台湾的社会结果 可能有些看法说 为什么台湾人 会这么的期待 司法 能够给他们一个真理 好 那我们先三个问题 对 不好意思 我今天都没有这个特别的 没有 好 那我们要不要先 回来这三个问题 对 对 对 三个 有关系 好 OK 那再加一个 不好意思 我 这个事情 大家讲 廢主 我现在再往更进一步 想要探讨说 假如廢主事情 OK 那现在在想要有一些中间分子 就像华公娃娃 他们现在已经慢慢接触到废主事情 慢慢给他们吸引 慢慢给他们说明 包括华娃娃娃娃 因为他们 他们冲起来的观念是说 哦 就算他们就 就算 罪证真的确凿了 好 就算不要说现在台湾法律制度 百分之八九十多 误判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样说 好 假如说这些人就是说 这些事情这么可恶 不能让他们那么早死 就让他们宽利被子 让他们吸引受折磨 也许像现在是 慢慢的可以让他们 诶 至少他们废主事情 他们是可以统一这一点的 这是属于比较类似中间分子 但是我想要知道说 假如说未来的话 那个终身监禁这一块 或是不是跟 现在无期徒刑的假释制度 是不是有一样 不知道在Face这一边 他们的 是未来怎么看待这个制度的 就是说在未来 因为终身监禁 可能又违反到 欧洲人权法第3条等等之类的 那可能这一部分 我想要听一下 Face这边 说对来未来的废主事情 然后 这些犯人 他要怎么去 做这样的修理整个问题 谢谢 那还是我先回答 我想先谢谢第一位 八文的朋友 我觉得其实你提出一个很好的 一个面向 这大概过去也是 Face最常遇到的一种反应 而且我觉得你从你自己的经验里头 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去惩罚加害者 并不等 并不自动就表示 你有照顾到被害人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想要 反复反复不断在提醒的 我们从来认为说 其实 这样说好了 我从在 接触苏建核案的关系 开始接触司法制度 在这之前 我其实对于性别议题 比较有兴趣 那么 当我接触到司法制度的时候 我忽然开始看到说 有一些东西我过去没看到 比方说从性别议题 我们都知道说性侵案件 很容易让当事人感觉说 走上法庭就是二度强化 因为他必须不断的 面对这种质疑 可是如果你去看这个法庭的结构 又觉得说 好像你还非问不可 就是说你为了要了解 比如说你就为了要问罪 你要知道这个被告 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么你可以料想得到 即使你坐在法官系上 有一些问题 你知道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可是你好像非问不可 那这个时候我自己的反省 我是理解到说 其实这个司法制度 并不是设计来安慰被害人的 那这个司法制度设计来 它的目的是要搞清楚 这个被告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但是很显然 比如说特别是性侵案件的 这个被害者 它其实需要更多的东西 对不对 在它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如果你把它带进法庭 它所面对的就是怀疑 对方的律师 不断的要问他的 就是说真的有这些事情 然后不断的就是想要找到 他这个公司里面的政策里面 要找到破绽 那我从那里所理解到的是说 其实我们可能对于 我们太把司法制度 当作是可以实现的社会 好像司法制度等于社会正义 那司法制度不会等于社会正义 有很多事情 根本不是司法制度所承担得起的责任 比如说照顾被害者 我们都知道其他国家 特别 不管是不是废除死刑的国家 他们在先进国家 他们有很完整的被害者的保护措施 这个整个支持系统 那这个支持系统 就是说有的人常常会说要废除死刑的话 要有配套措施 其实我们反对这种说法 因为被害人保护系统不是配套 他自己就是完整的一整套 不管有或没有死刑 我们都一定要有这一套系统 来支持被害者 因为比如说性侵案件 那个加害人他又不会被判死刑 对不对 他没有杀人他不会被判死刑 大家如果把正义等于死刑的话 那么这是荒谬的 因为所有的性侵案件 都不可能等到正义了 那回来讲 那到底被害者保护系统 应该是什么东西 我们从各国的经验里面 大概归纳出三个东西 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金钱的补偿 这个是最起码的 其实是一点心意可以这样说 第二个是法律的专业协助 因为这个被害人可能必须要在法律上作证 所以他其实需要法律的专业协助 来协助他面对这个情形 然后第三个可能最重要的 就是专业的心理自杀 那我记得我在书里面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在挪威发生那个大屠杀惨案的时候 其实挪威政府努力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挪威已经废除死刑了 然后他们在面对那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把精力花在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恢复死刑 而是把精力花在说 那要监督政府确实落实到 照顾这些被害者或者被害者的家属 我觉得那个才真的是 我从刚刚一开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当犯罪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去修复 可以去让我们要赋予这件事是什么样的意义 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被害者保护措施做起来的话 那个其实才能够真正让这些犯罪事件 虽然是不幸的可是我觉得被害者保护措施 其实你可以说是社会用集体的力量来表示 对于被害者或者家属的一种安慰 我觉得其实包括金钱补偿 也许不必然是那个钱的本身 而是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表示 是一种支持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从刚刚这位朋友的个人经验里面来看 显然我们做的被害人非常糟 那有时候我觉得这会落入一个恶性循环 有一些律师所 他们在经手这些案件的时候 他们发生了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这些被害人家属 在法庭上面 发现他受到的对待 比方说法官可能言语上对他们客气 好像认为被害者家属死要钱 要有钱才能和解 那可是被害者家属其实要的是公道 所以他会完全觉得说 他被这个司法制度欺负了 然后呢 接下来他可能就觉得说那都是被告害者 于是他就更大的愤怒就朝向被告 那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真正的问题 并不在于严刑剧法 因为被害者家属并不会自动因为严刑剧法 就得到了他所需要的这些专业的心理滋伤 或专业的法律协助 仍然是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被害者的致死性 要制度好 好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是问到 如果再犯的话怎么办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跟最后 那个替代方案的问题一起回答 我觉得我们除了死刑之外 我们现在姑且想象 有一种坏人是不可能被教化的 在老理官一百年他都不会变成好人 那么假设有这样子的一种人的话 我仍然要说死刑不是必要的 因为他只要被关在牢里 那他这个为恶的能力就已经被限制住了 铁窗已经限制了他为恶的能力 换句话说 把那个人见人怕的坏人 关在牢里之后 我们其实已经得到了我们的社会安全 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替代方案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图形 然后假设的门槟应该重演 我并不认为要用终身监禁 或者是我不认为终身 因为终身监禁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用现在制度来讲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不起同行的制度 然后最快的话是25年之后非体假释 那么如果说你一开始 如果说你现在换成是终身监禁的话 等于说法官从此刻就要认定说 你这个家伙25年之后都绝对不会变成好人 所以我现在就要决定 永远都把你管得 你25年之后也不能提假释 那这里我要问的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预测 某一个人25年之后的人格呢 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问号 比方说各位如果回想一下 今年318的事情有没有改变你一点点 如果有的话 那你在今年2月18号的时候 你可以预期318回8的事情吗 那如果你对于自己一个月之后 会遭遇到什么样事情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都 如果你对自己的未来 都没有办法这样预测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认为法官可以预测 某一个犯人25年之后 会变好或者不会变好 那我并不是很天真的认为 所有人都会变好 我是认为说这个人 好假设他关了25年之后 他现在身体假释 我们在那一个时刻 再来考量到底 依照他过去这25年 在狱中的纪录 他可不可以被保护 就那个时候再做决定 有可能那个时候 我们确实觉得 他还是没有变成好人 那他就继续管理 所以我觉得是有假释的可能 但是这个假释 应该要有所把关 我会觉得这个是我心目中 理想的替代发展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好像大部分的人 期待法律要能够伸张这种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刚才已经稍微触及过了 就是说 我们可能是把太多的希望 放在司法系统上面 可是他 可是这个司法系统 其实是单待不期待我的希望 那我觉得相较之下 我们 我们越是这样想 就越是会觉得 好像死刑是万灵丹 好 那然后我们就会忘记去 去促成其他的 比方说 真正什么单位是 要处理这个被害人保护 这是哪一个单位的权责呢 他其实是法务部的权责 那只要你上网看的话 会觉得 那好像是费死别人的权责 可是这个完全是荒诱 那我们也就白白的看着 我们真正缴税 拿了我们税金的那个单位 因为他实际上没有在做这个被害人保护的事情 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其实要先去理解 就是我们其实在台湾很严重的精神分点 因为如果做审费 然后大家都认为是不信任司法系统 大家都不信任 而且大家都知道 后面有很多 比如说黄疗什么关系之类的 可是在你很极度不信任他之下 你却希望能够委托他来执行正义 这很奇怪 那所以这中间有可能发现什么问题 我一直在想 因为台湾整体的环境 长期以来造成的我们相信权威 所以法律跟医学在台湾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打过的权威 好 那所以其实回应到我一开始也有在谈说 整个 譬如说包括司法官啊 法律人的这些养成的 因为你知道台湾到现在还都是一直在考试的制度下 你一直很努力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什么都还不懂的时候 然后就很努力 就是很会考试 然后你就考过了 可是你要常常判决的事情 或者是说你要处理的东西 是经过人生力量才有办法去想象 才有办法去感同身受的 所以我们有太多的这一整套的制度里面 看到的它的不合理性 所以就回归到一个就是说 其实像死刑或者是说我们在对于汉行的这个就是 我们要相信人就是不是万能的 所以你很有可能会是误判 那当生命你重视生命的时候 你误判之下你就没有办法成立 他没有办法再回来 因为就是这个样子 那比较有趣的事情是说 因为监狱他本身 可能监狱他本身 其实他是被当成一个缴事机构 因为法院在判你刑的时候 他已经惩罚你的 你被关在一个这样的地方 他就是在惩罚你 然后关在这里 他是希望缴事你 可是呢 我们一般知道的监狱 他其实不是在进行 可是他在里面再一次的羞辱你 再一次的惩罚你 好 那所以这中间有非常多的是 我甚至认为说监狱里面 其实他有需要非常多的感觉的地方 所以这包括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都会误以为 我不知道 因为冯哥自己真的就进去过 受刑人就好像是 吃了很多纳税人的钱 然后包括就是说死刑 那死刑犯如果要终身渐进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我们 真名纳税人去养这些 那老实说 我不太知道台湾的制度怎么样 可是至少在美国 他其实在里面 他任何一块肥皂 他什么他还是要自己付钱的 然后他又必须要工作 然后也因此这样他被迫要工作 他被迫的工作很可能是他不要的 譬如说是当国防部做武器 然后拿到中东去杀人 他违反他 然后或者是说 你必须要去抢一些工作 甚至就是说要做一些特殊需求的教育 那所以就是说 假设我们回到结婚 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太确定 那个到底这个人25年后会是怎么样 或是什么 可是至少他当成一个角质机关的时候 你相不相信他有那个功能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监狱的行程 它是一个在延续惩罚 我已经因为受刑 然后监狱在这里面延续惩罚的一个工具 在那边 然后这才会回到 就是说我们那个判刑 不是只有身体的不自由 它包括你的精神 自己是被抹杀的 所以我觉得整套 还有包括死刑 其实还有包括我们台湾的监狱制度 还有包括台湾的整个 要怎么样打破 我们认为医学跟法律 它的那么样的专业的专业 那么样的权威的权威 导致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去重视 其实你的基本人群在哪里 你对于基础的法律素养 你到底懂得多少 那刚才 川普提到那318的时候 你看大家都要传一个 就是说当有人要违反 那个拘捕你的时候 你可以谈的 有没有一些懒人包 有没有 其实那个是应该平常 你就要知道的 你的权力在哪里 不是随便人拦下你 然后他就可以跟你商考 或是怎么样 或者是说你自己的 其他的 就是说你可以要有律师 然后等等这些 然后你身兼不受训的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大家想想看 那我们其实平常都不太知道这些 那这些就是你的基本人群 那我们都会觉得 在台湾一般会觉得说 当你收到法 什么 很多人会觉得说 法院的东西来很害怕 因为我们一向很相悦的认为 好人不会跟法律相关 因为法律在保护我们 可是因为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常常会发现 当你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这整个制度的缺陷 让你受害受损 所以你对于其他的事情 你看到他的缺陷 你看到他的不一致性的时候 你沉默的时候 其实等到你的时候 你其实来不及 因为他还没有 他还没有去进行那些干 我们这边是到昨点半要结束 那是不是 我们也许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好 我不是把我的问题 比较明确的说出来 就是 我是有两个女儿的母亲 那我今天来做这个演讲 是因为有个朋友跟我说 就是 捐分的演讲 不会煽情很理智 可是又能够让人很清楚的知道 那个理论的基础 那可是我觉得我今天好像走错地方 我的意思是 就是今天这样听下来我会觉得 可能是我还没有先做功课 我觉得这边比较像是一个FACE的进修班 对不起我讲的比较直接 好然后 这是我第一个想要讲出我的感受 那我回去会使得自己想办法再做功课 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以我自己而言 我有两个孩子 那 我觉得刚好前面有个朋友提到 一个他陌生的案子 我觉得对我而言 就是 像我们家里面有电视的 我只是偶尔 喵到那个画面 我觉得对我一根母亲而言 我 我 必须很诚恳地说 如果今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会希望这个凶手消失 各种方式的消失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就是 你们是不是真的真的真的 打从心里真的支持废除死刑 对我而言 我不支持死刑 可是我很难支持废除死刑 这是第一个 以我一个母亲的立场 那 我今天为什么带我的小孩来 是因为我在家里 跟他针对这件事情讨论过 那他觉得 嗯 处死那个凶手没有意义 我很讶异 我问他为什么 他跟我 因为他常常去汤孔鞋 我后来我就不准他去 他很喜欢去 大直美丽华的汤孔熊 然后我还跟他说 如果外婆没有偏去 你不准去 好 那 他的理由很简单 他说 妈妈你想想看 那个人 他如果杀死了我 然后 国家又杀死了他 那我就不喜欢他了 为什么我还要跟他在同个地方呢 好 然后 我就觉得 我没有办法急迫他的逻辑 但他没有办法说服我 我只能跟他说 那是你 用你的脚步想 你没有办法想到 我的心情会有多难过 所以我想来这边寻求一个 支持我 去支持 我的女儿的那种说法的 可是我今天没有听到 好 所以我自己想办法回去再做功课 那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 其实像我们 因为我住在外刷西的山岗 我们社区里面有 蛮多的公教人员 那尤其是前一阵子那个杀警案 我的 这群妈妈们当中 有一个妈妈 她自己她就先去警察 自从那个案子之后 她非常非常紧张 她好希望她先能够转行 我的意思是说 我想再问一次 在座的各位 年轻朋友 你们真的真的 打从心底认为 要去支持废除死刑吗 那再来 如果她真的真的 你变成像宗教般的信仰 你觉得要支持这件事情 那 那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 我自己扪心自问 我就包括 刚刚有一个朋友说 就是 她的阿公阿嬷觉得说 她关起来 折磨她一辈子 也是一件好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我回到我自己人性的那一面 去反省我自己 就是 难道 我真的能够 我真的能够 放下一切 当我失去我最爱的亲人的时候 我真的不希望 任何一点的抱负 让我觉得心里 稍微舒服一点吗 难道不希望 能够经历过她 对我亲爱的家人 所作为的一切吗 那种对她 实际也是一种教育 我不知道 理论部分我不敢谈 这是我自己 很诚恳的面对我自己 我想问大家的 那另外 我之前看过一部日本的电影 就是 我忘了名称 好像是边缘之刃 那我想知道 冯先生 你也是一个有女儿的人 那那个剧情大上就是说 有一个父亲 他是个建筑师 他为了找出 就是 就是 有一个凶手 给他女儿吃了大量的毒品 然后死亡之后 然后坚持 然后他看到那个录影带 他几乎要崩溃 可是 警方没有办法 然后他就决定自己来 好 那我想知道 尤其是我刚好 无意见 看到那部电影之后 我觉得 那是不断的挑战 我到底 我要不要支持FACE 对 那这是我今天 一点点就是 今天听完这样整个过程 我 我 我只是觉得我好像 走到那个进阶班 好 对不起 我都讲完了 谢谢 好 那个 我们等一下还是请这个 那因为 你也问我的问题 我一直有女儿的人 对 可是我觉得 我自己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不会把 就是说 这些比较抽象的 原则灭的东西 用我自己的经验 去思考 所以你刚刚讲 说 我有女儿 那我不会去想说 万一发生在我女儿的身上 怎么办 我比较不会去想这个事情 就好像 21年前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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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年的时候 当我最好的朋友 跟我come out的时候 你知道 他是一个gay 所以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开始做同志平权的工作 那一个 那件事情 让我想要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 很多人是因为 跟自己有关心 所以才会去重视一些 那个做人群的事情 那一个时候 最好的朋友 我开始去思考 同志平权的东西 所以我后来 我觉得 我思考的很 很彻底 可是当我在思考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同时想到 60年代 美国很多白人站出来 替黑人再取民权 这个跟他们政治 没有关系 因为 人权的普遍的价值 不是因为 我是黑人 我是白人 所以当白人站出来的时候 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他们不是在为自己的 一些 这个秘义在工作 他们是为一个普遍的 一个人权的价值 在工作 七年代 很多男人 那个就是说 站出来 替养性平权里面工作 大家知道 他们是男人 他们不是女人 所以他们做的事情 他们是为一个普遍的 一个价值 在工作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 站出来谈Face 我不会 因为我有一个女儿 然后你刚刚讲的这些例子 然后我心生口具 我觉得 我是不是要 你要这种抱负的心理 我比较不会去思考这东西 同样的 就是说 我们今天 如果来谈 所谓的一个死刑的问题 其实它不只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其实 大家看得出来 这个问题里面 其实充满了政治 我几乎可以用一个 当然就是说 现在要跳到另外一个 刚刚那个东西比较严肃一点 我现在就跳到另外一个 也许比较轻松一点的 你知道 就是谈死刑这件事情的 就是 我跟吴玉生之间的关系 吴玉生之间的关系 吴玉生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 你知道 吴玉生牵扯到 我们走 那件事情 对不对 我讲我们走哪听不懂啊 We go 先走到我们走这个事情 所以我在那边 就说 就求着他一下 那事情不做 可是 他后来 因为自己的民调 他开始 炒作死刑的议题 这一点让我非常的不爽 所以我才去 用非常 就是说 非常低下的这种方式 去回敬他 就是把 他的事情跟性的东西扯在一起 因为 我觉得 你在 这个立法院 公然的 希望 法务部长 在年底之前 把44个实行办 全部给杀光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超越了 我们理性谈论 死刑问题的一个界限 所以我才用非常 恶持的方式去 去写他 你知道 那他不爽 他就要告你 所以因为我们走得开始 你知道 然后一直到最后 你知道其实是因为死刑的关系 我才跟他杠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今天 死刑已经不只是一个 个人的对于很多 你知道 比如说 一个原则的问题 一个抽象 抽象的思考 他其实 也在包括了很多的事情 甚至包括政治的运作 都在里面 所以我要思考的 其实 我觉得 不是一个人 他突然之间 因为看到了一个 案子 他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 我自己 作为一个所谓的 liquil 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其实是比较 从一个human right的观点 去出发 那像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真的 必须说 我比较 不会从我自己的 这种个人的角度 去思考的问题 而是 我觉得是从 一个生命的角度 到一个人权的角度 当然 受害者的人群 当然是非常重要 我们刚刚也都谈不到 可是我们今天 谈论死刑的时候 我们背后的 很多的 这个 所谓的 抑制的东西 其实 你要去理清 其实那是非常复杂的 可是我很高兴 那我们今天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在这地方 紧到 绝分 我们像洛兰 在这边 不管你觉得 这是进阶班 或者怎么样 至少我觉得 大家丢出了很多的议题 也许有委屈当中 就是说 做进一步的思考 我先承认 应该是我的错 因为其实 绝分真的是非常理性的 而且 张其化来问问如扬 因为毕竟两个作家文化人 但只有我是比较 粗鲁一点的 这样子 是说东奔西跑的 所以我就很容易 用我这样的恶性去谈论 可是我觉得 在哲武的场势里面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就是 其实你敢把你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说 你觉得你有疑问的东西提出来讲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个 或是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那我要坦白的讲 在台湾其实支持 你刚才提到的很重要 就是你不赞成它去废实 可是你并不支持实行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可是我觉得很不幸的是 台湾大部分是直接支持实行 所以都不要再谈到下一步说 那你要不要去谈 废除实行的事情 那我自己 我曾经有一个经历 就是我在课堂上跟学生 我们学生 就年纪很轻嘛 大学生 大部分一般 如果五六十个人来讲 你问他实行 其实大部分 超过三分之二是支持实行的 可是呢 我就给他很简单的看了 宿建盒的片子 这年轻人其实我是说 我们的学生 其实都不晓得 这些曾经发生的过程 他看完之后 他看到那个呈现出来 当然后面呈现还是有我们自己的角度 我们必须要整整这样 可是他至少愿意重新去思考 这个里面有很多是缺失的有缺险的 然后如果换成一个角度 我其实会比较想说从彭哥的角度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你会从自己的观点来想 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讲说 如果是我 我怎么办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刚好前面有一个朋友提到 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没有从受害者的角度 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会回归到一个说 如果是我怎么办 我一定会想 为什么台湾的社会失去让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棒的 至少我们今天在这边有不同的激荡 不能在想 那我要抱歉是我让 应该是我让军恩看起来很不理性 那所以是我承担错误 就是这样子 好 现在是邀请我们来自行处分吗 我觉得其实遮捕这样子的场置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今天是不能结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ending 那我其实真的很想谢谢这位朋友 我觉得有的时候要诚实又礼貌 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我觉得你有做到 这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觉得你讲的 其实我觉得你表达的是一种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有些时候有那种对于犯罪的恐惧感 然后这个想像有可能导致 让我们想要抱负 那我只能够很诚实地说 这是有很多地方 我一个人住 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花莲 然后住在胖梯村 然后那个呢 反正总之我走上顶楼 左看右看 假如有必要的话 我都可以爬到隔壁的 那我既然可以爬过去 表示别人也可以爬过来 然后呢 我在那里看死刑判决 有那种 呃 进去 本来要偷东西 然后因为被故事发现 有偷骗成就把屋主杀了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那种犯罪的恐惧 其实我感受过 然后包括说我回来 后来我回到台北来找地方住的时候 有某一些区域 我认为那个地方治安比较不好 我就直接跳过 可是我在想说 那假如我就飞住在那里 不可能 那我觉得这一点提醒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至少对我自己来说 我也可以理解说 我们可能在某一种文化的阶级里面 会觉得说主张费死是政治正确的 听起来比较酷 可是我觉得我们也要常常 常常记得这种 这种非常 非常原始 但是非常正实的恐惧感 我仍然有这样的恐惧 那或许可以绕一个圈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有一次看一个印度片 叫做喜 把东西绑在一起的喜 那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就是两个印度男人到阿拉伯国家去工作 结果呢其中一个把另外一个杀死了 那按照阿拉伯国家的法律呢 就是要被谈死刑 那个杀人要被谈死刑 不过假如说被害者家属 愿意原谅他的话 他就不会死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杀人犯的命运 就掌握在这个被害者家属的手里 因此这个故事主要演的就是说 这个杀人者的太太 想尽办法去跟被害者的太太做朋友 因为想要叫他签这个文件 那从这个故事里头 我就忽然开始想说 那假如是我要不要签 假如你是这个被害者家属 你现在可以决定 那个人要死还是活 那你要不要签 那我想了以后呢 我觉得 这个事情假如上个月才发生 我相信我还在那个愤怒的顶点 碰我的顶点 我很可能不可以签 可是假如这个事情是二十年前发生的 那二十年过去了 很可能我的情绪没有再那么强烈了 但是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假如说这个案件才是上个月发生的 你现在拿个文件来 我知道说如果我现在不签的话 那二十年之后 当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原谅凶手 那人早就打死了 从这个 从这个我自己模拟的这个状况里面 我忽然觉得说 我们要让被害者家属来决定 这个凶手的身末死吗 我忽然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想法 虽然我们可能出于好意 觉得说 让被害者家属来决定 因为他才是那个最痛苦的人 好像要尊重他的意见 可是我却会觉得 假如我是这个被害者家属 我认为我一辈子 会做最容易做错决定的 可能就是那个时刻 因为那时候最痛苦 最脆弱 最慌乱的时候 那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叫我去决定一个别人的生死 我觉得那个是我 就是说 我的选择的品质 可能是最粗糙的 而且我也觉得 他反对来对我更不公平吧 难道说 我因为觉得我二十年之后 会原谅他 现在我就得签那个文件吗 可是我现在还很气啊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够痛快的恨他呢 那我自己在这样子的 模拟的想象中 我却觉得 假如我是被害者家属 我希望 我有一段时间与世隔绝 就是我可以痛快的憎恨他 而我这个憎恨 不要有任何的后果 这样子我将来才不会去后悔 然后我不需要在此刻考虑太多 就我可以让我的情绪出来 让我的情绪出来 我才有可能过了这一个关卡 到下一个关卡 这个是我自己的想象 那我觉得同样的情境 也许每一个人 会有自己不同的抉择和想象 那我真的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反思的机会 我觉得对在场每一个人 都是很珍贵的 至少我刚刚在听你陈述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你的诚恳是非常有力道 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珍惜这个 谢谢 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论就是到这边结束 我们这边十点钟要必须要 所以在这之前 其实大家也是可以在这边聊聊天 那我们看来是有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来参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